那么大家现在讲灾难 灾难是什么 应该上天有震神 要把魔王教坏了这些东西 统统收回去 那收回去 就是科技文明全毁掉了 头一个电没有了 瓦斯没有了 自来水没有了 这些科学技术 统统等于零 可不可能 很可能 科学家提出警告 怕的是什么 就在明年 那银河对齐 银河系核心 这个黑洞 引力非常大 引发太阳风暴 那太阳风暴就会引发地球上的灾难 最怕的是引发地球上一些超级火山爆发 现在知道 有十几二十个超级火山 像美国皇室公园一样 这个火山爆发 估计会引发一千米的海啸 今年在日本 三月十一号 那个海啸 十米 如果是一千米 还得了吗 不得了啊 这个海浪 冲到这个 大陆的岸边 也有人提醒过 距离海岸直线 两百公里的地方 都是有危险地区 两百公里以后 这个浪化不会进来 它的浪的时候 可以冲进大陆 直进二百公里 这个多可怕 是科技文明全会了 人类要过到原始生活 完全靠手工 有没有办法拯救呢 有 不是没办法 我们念头转变过来就拯救了 不要跟这些人走 端正心念 现在的人心 贪嗔痴慢意 是现在人心的 坏了 现在人情绪 怨恨恨恨恼怒犯 现在人所造的 杀到阴亡 没有人能管得了啊 道德 道德没有了 能力没有了 英国没有了 法律也管不了了 像帝王那种权威没有了 真叫无法无天 所以 感召来 这么一个灾难 有很多人 告诉灾难 确实可以化解 念美国布来的 都说得很好 说得很清楚 只要地球上的居民 他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 气窝阳山 就是佛教里面讲的 端窝球山 第二句 改邪归正 第三句 端正心念 地球上灾难 可以化解 未来的地球会更好 但是 谁肯听他的话 布莱登 在美国那个 2012那个电影片里面 出现四次 大概每一次 这是 两秒钟的时间 两分钟的时间 出现过四次 这是个科学家了 研究 心理 就是意念 这新兴科学 研究量子 对 事 遇到 在那边 合成 所 决定